近日熱播的節目《媽媽不易做》中 有不少星級父母分享懷孕經歷 甚至公開做B的艱辛歷程 雖然很多藝人明星對公開私生活的透明度大大提高 不過也有例外 好像以下幾位女星選擇忽然成為媽媽 《秘密3B》之後才分享這份喜悅 最新鮮滾熱辣忽然榮星媽媽的就有謝婷婷 在外國生B女的婷婷等到BB100日大 先在6月2日透過社交網站公佈成為人母 鋪出一張BB手捉著大人手指的照片 並以hashtag Happy100days和babygirls 透露彈下B女的好消息 其實過往經常在各大品牌活動現身的婷婷 神隱接近一年 也甚少在社交網站鋪出近況 最近的一張照片就是去年年底 和好友鄭欣怡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合照 還刻意用手袋遮掃 原來婷婷當時已經懷孕中期 雖然外界對BB爸爸的身份非常關注 有傳南方是婷婷在溫哥華讀書時結識的同學 家境亦相當不錯 不過至今婷婷都未有現身回應 但可以肯定的是榮星公公的謝妍就非常開心 事關四哥回覆傳媒的時候 都難掩喜悅之情 忽然成為媽媽的代表 就有單親媽媽楊思琦 2012年3月8日 思琦妹在社交網站宣布 在外國旦下女女Crystal 一直沒有回應女女爸爸的身份 不過當年思琦妹和李永豪分手 移情前跳水運動員五歲 所以外界都推斷爸爸就是五歲 飽受情傷的思琦妹 選擇獨力撫養女女 認真不容易 而情怒坎坷的關淑兒都很勇敢 做單親媽媽 若有一子多年 兒子已經十七歲 Shirley一直對兒子的生父身份三鑑其口 外界曾經有傳 爸爸就是很有曾智慧 不過直至2014年 Shirley才終於在社交網站上 公開隱瞞多年的秘密 原來兒子的生父就是一位 不單活佛寧波車 事後Shirley就透露 其實是為了承傳南方的意願 先決定和南方分開 選擇獨自撫養兒子 但是同年的六月 台灣女星雅雅就剛巧 和另一位已經橫續的西藏寧波車 彈下一女 復合兼結婚 相比之下真是令人唏噓 內地女星黃勝伊在2015年 不單承認被婚八年 還爆出她以為人母 欲有一個三歲大的兒子 震驚娛樂圈 黃勝伊自從2006年 和企業家楊子開始合作之後 兩人的特殊關係 一直是外界議論的焦點 直至2009年 兩人忠於應愛 而當時 楊子也未有透露 和太太桃紅的感情狀況 以至和黃勝伊的關係上 非常不被外界看好 到了2011年 楊子先公開力撐 黃勝伊不是小三 還她清白 其後又有網民爆出 在2012年 黃勝伊為楊子秘密 彈下一指的消息 直至2015年 南方先首度承認 只早在2004年 已經和前妻桃紅離婚 在2007年 才和黃勝伊登記結婚 亦育有一個三歲大的兒子 過了兩年 勝伊亦彈下第二個兒子 這段拉割了十年的關係 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有兩個孩子和媽媽的心態上 有什麼變化? 有 其實做了媽媽以後 就會覺得 你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看這個世界 然後 小朋友 你會完全站在一個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可能會比較多 以自我為中心 然後現在就會 更加去體諒別人 然後因為是換了一個角度 這樣 數到近年相當轟動 秘密產子的星媽 怎麼少得婷婷前大嫂張柏芝呢? 2011年和謝霆鋒離婚的柏芝 一直沒有很確定的戀情 直至2018年年底 突然傳出 柏芝是香港秘密產子的消息 當時有傳媒還捕捉到 張媽媽出入醫院 不過柏芝和張媽媽都非常口密 沒有透露半點風聲 直至12月17日 柏芝先透過工作室發表聲明 表示產下第三胎小王子 還已經滿月了 喜訊一出 大眾都議論紛紛 BB的爸爸到底是誰 其後 B仔的出生子很快就曝光 得知BB跟柏芝姓 改名Marcus張禮成之餘 還發現柏芝沒有填寫BB爸爸的名字 有傳爸爸是一位新加坡富豪 不過柏芝已經和南方分手 直至今年5月 他終於在訪談節目中 直認現階段是單親媽媽的身份 還表示單身快樂 非常享受現時的家庭生活 2017年已經和老公霍啟光 湊夠個好字的郭晶晶 就在2019年4月26日 被傳媒報道秘密彈下第三胎 老爺霍振庭隨即確認喜訊 透露原來早在一年前 家族成員已經再添一位小公主 而老公霍啟光 其後出席活動時 亦有公開回應消息 表示兒子女女到此太太 還在社交網站鋪出三個小朋友的合照 隔著螢幕也感覺到有多溫馨 三個都很像 我們拼回他們的小朋友 剛出生 真的很像 有時可能自己也分不來 聽說還是像姐姐嗎 對 也像 和老公施加倫育養五歲大兒子的 朱葛子琦 亦突然在2019年4月尾報起 早前在加拿大秘密生了耳朵Anderson 大家都覺得很驚訝 更惹來Marie找代母產子的選擇 事關Marie在一月公開露面時 仍然簽售 完全不像駝B六個多月 事後Marie解釋說 生得這麼神秘 是不想壓力過大 Marie成功再為薛家添丁 老公也應該會好好獎勵她 有傳媒就拍到 坐著的Marie 去到西半山密室兩億單位 不知是否老公送給她的添丁禮物 我覺得人生的階段到了 就是這麼簡單 剛才看到你們是真的 那一份之間 就是噴淚 至於男藝人方面 近年最令粉絲驚訝的 都一定是台灣男星賀君祥 在2017年6月3日 透過社交平台公布自己已婚 和榮星爸爸的消息 小美貴為原祖台灣花美男 忠實的迷妹粉絲一直不少 當時突然自爆和初戀女友共鞋年禮 還要在2月份已經生了位千金 真的令大家非常意外 而小美之後每逢出席活動和上節目 提及家人都會悶爆地分享她們的家庭生活 都算是成功轉型登上愛妻號美男的寶座 現在大部分人對 甜蜜的話留給女兒 因為現在女兒不太… 比較皮一點 所以現在跟女兒講話 會用戒指嗎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常常會 就是比方說給爸爸親親 然後女兒就會開始說 別… 別… 對 她是皮藥 她是皮藥這樣子對不對 就很皮對不對